繼續關心鳳凱小學 到我到十一點 為止 全台灣有十七萬六千塊 沒發生停電 目前五萬一千塊 要不買給送電 另外中部海線 風是真正的 帶電快把電條上面 一罐一罐飛鴨洗乾淨 避免這鹽粉跟鴨鴨到在上面 造成失電 將過日後的順水倒進去水塘 千年有水的倒電都負荷標準 馬上電池洗飛鴨的作業 本年十五月修建風台過境 中華軍臨加以三冠七發生淹海 造成十七萬用後停電 這次攤到三坨風台的順路正前 台中区台電令完禮後開始連三兩天 都在海線清水五車一台 洗走完設備飛鴨 拼命因為淹海造成收電系統設備過程 一個洩漏的電源會造成反路的停電 那造成貴線的調查 台風要來臨之前 我們會再做 我們會面前一個加強的解釋 港湖另外沒有到方向在高空 唱首 高雄臨風區跟大寮區 離合發生策略起 地點電線 三民區 是有電源接頭過中 一度造成六千多個停電 台電公司通計 到三號再去十一點 為止 全國陣營停電的 合數十七點六萬 其中台幼七星左右已經收好 存五點一萬元還沒給電 以高雄市原二萬三千五百五十六 最多 冰島關聯二萬三千二百十號 台電的用戶主要是在高雄市 有兩萬三千五百五十六戶 那屏東線有兩萬三千兩百十戶 那再來就是比較多的 還有雲林的一千六百五十戶 其他都是大概是零星的停電 台電公司通過 福田的先後 營宿市共電處理 變電所 主幹線 分機線 民眾如果是剛到停電 可以使用臺灣電力App 在這裡是像台電網路保修 如果是當地沒有網路 可以卡一球一日全山來通報 會趕快派灣來唱歌 記者 台中高雄報道